俄乌双方杀红眼 梅德维杰夫放狠话 要用完全不人道的手段消灭乌最高领导层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极数炸弹 可能会对平民和士兵造成严重伤害和死亡 其次 极数炸弹的使用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此外 极数炸弹的使用可能会对作战地区的平民带来持久的伤害 当地时间7月17日 俄方认定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恐怖袭击 客工随即宣布终止黑海粮食外运协议 随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消息人士声称 该机构与乌克兰海军共同实施了一次夜间突袭行动 在当天凌晨使用无人艇攻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想要到达这座大桥是很困难的 但我们最终还是做到了 之后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在自己的电报账号上写道 国际社会和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明 仅靠国际制裁 恫吓或规劝的方式来对付恐怖分子是不可能的 他们只听得懂武力的语言 只能采取完全不人道的手段 因此 有必要炸毁他们的房子 以及他们亲戚的房子 寻找并消灭他们的同谋 放弃对他们进行审判的乏味想法 梅德维杰夫强调 但最重要的是摧毁恐怖组织的最高领导层 无论这些虫子隐藏在什么缝隙中 这很困难 但也是可能的 乌克兰独立新闻社在电报账号上调侃道 今天我们等着看他睡醒后还会说些什么 俄乌双方杀红眼 但是战争没有赢家 对话谈判才是唯一出路 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 升级对抗的行动